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式客厅 青瓦灰墙下的小卖布 挂满腊肉香肠的灶台厨房 成都女生宁静利用木料 橡皮泥和纸板等材料 创造了一个迷你世界 在迷你世界里 宁静将微缩后的厨具赋予了实用性 烧烤炒菜烤蛋挞 上百道美食从这里诞生 近日记者来到宁静的迷你世界 近距离感受微缩美食的奇妙 宁静布置的微缩场景 很大程度还原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人们的生活写照 除了搭建比例和摆建规制巧妙 就连厨房的调味品 露炎的青苔 以及挂立上的数字等细节 都进行了惊喜还原 宁静告诉记者 他从接触和学习制作微缩景观 到现在不到两年时间 但他花大量时间用心的钻研制作工艺 就是想重塑自己儿时的回忆 最开始制作这个 其实是想把我儿时的回忆 把我们八零年代那些时候 所有的经历的一些东西 看到的一些老物件 通过这些微缩的场景 把它停留住 或者是再呈现出来 因为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们很多东西 很深刻的东西 是永远在我们记忆里面的 打开迷你客厅内的电视和风扇 伴随着震振凉风 一起其动画片精彩呈现 拍摄现场 宁静用迷你厨具 做了一份番茄炒蛋 小刀切碎番茄后配上小鸟蛋 拿着牙签长的炒勺 在碗底大的锅里翻炒 不一会儿诱人香味四溢 宁静说 做微缩景观 细节是很重要的 为了找到一只尺寸合适的虾 它在水产摊翻找了两个多小时 更是花费一晚上 制作出烧烤专用的烤鹿 整个场景的设计其实很难 因为它里面所有的东西 材料和制作的一些工序 不是单单一两个东西 就可以完成的 你要把它的比例大小都要做好 还有它的材质 也要和那个正式场景 也要相匹配 迷你的蛋桃 为了做这个菜 我花了四个小时 去制作那个烤箱 回忆是装在里面 但是回忆也要让它生动起来 如果是只是看着 没有使用性的话 感觉是没有灵魂的 宁静做的迷你美食 在短视频平台收获了 超过三千万次点赞 和四百五十万粉丝 不会拍摄 不会剪辑 不会运营 宁静靠着自己对美食的热爱 和对手工艺的痴迷 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手作达人梦 从一开始的无人问津 到后来走红网络 宁静在这个过程中迷茫和挣扎过 但靠着各方面的帮助和鼓励 都坚持下来了 刚开始做的时候 是一个粉丝都没有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持持续续的坚持了 有大半年的样子 这个过程其实很难熬 但是呢 我想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让我自己给自己 自定了一个计划 我就一定要按照 这个计划去实行 中途还是有过 很灰心和气蕾的时候 家里面就是对我的支持 还有朋友们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鼓励 评论里面就是说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回忆 特别是这一句 对我是非常有感触的 就和我就是想表达的东西 大家能懂我 能看出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